先和嘉賓聊聊大事表現 昨天香港做得不錯 不過見到A股升得更加漂亮 見到跑贏區內股市 上升總合指數升了2.4% 見到譬如深淨成分指數 或者創業板指數 升幅都是超過2% 人民幣強勢 離岸人民幣升穿了6.4% 其實你怎樣解讀A股今次的升勢 是否一個升浪的開始 我想不可以這麼快 就下半段 一個升浪開始 其實看到昨天的升勢 可能最主要就是 其實就是人民幣強勢 的確有一個推動力 吸引到資金 其實你不能忘記 其實A股年初以來 在環球主要股市都是跑輸的 所以也不排除 因為見到發達市場的升勢 或者有一個頂頂地 也有資金繼續流入去大中環市區 其實見到我們看資金統計 在今年初以來 最近幾個月 其實在中A股市場 都繼續錄得一個資金淨流入 所以反正市場對A股前景 可能是覺得股值是吸引 或者是吸納的 其次就是業績 其實你去到這個時刻為止 我想在A股 比如說MSI中國指數裡面 88成的股份 已經公佈到第一個業績 其中可以看到 整體的盈利收入上升 大概有兩成六 盈利上升有四成多 而且對比 我也說過 今年第一季的業績 不會看2020年比較 而對比2019年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在2019年對比 其實盈利也有一成六的升幅 兩成多的實測增長 所以在業績支持下 其實我看到A股有業績支持 人民幣強勢 資金繼續落入 也是一個觸發點 令到A股開始變得比較會勇 但你說是否一個長期升位開始呢? 其實我也要繼續 其實我經常都強調 整個環球股市的趨勢 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聯儲局的QE 如果到下個月 聯儲局有任何訊息 告訴你 我快要收收水 A股怎樣強勢呢? 可能也要收到 敵不過 所以我想 好像剛才所說 整個市場投資者的氣氛 可能都會比較 審慎觀望 可能都是買一些 墨方些 買一些方些 所以可能的特色就是 可能升勢是 有些市場很強 或者一些市場的轉移也很強 但是可能 不會長期的趨勢出現 如果一陣子 就算了 所以 要求你 要統一眨 或者說